公关之父埃维里曾说 公共关系的坍塌就像是水坝决堤 开端永远都是一件小事 一个小破损 但是在坍塌后 人们会看到 那些坚固的水坝早已布满了千疮百孔 而搅动风云亿万关注的主播坍塌 起源也许只是一盒月饼 亦或是一捆粉条 随后才是出轨假货控架等等问题 最后那些曾经的赛博家人们 将愤怒从某个人上升到了整个行业 如果你曾利用公众狂者的愚蠢 那么必将承受公众狂者的攻击 镜头前 这群亿万富豪或逗笑表演 或温情感人或生死历劫 拼命的高呼 没有中间商政差价 但如果有人能去到直播间现场 看看台前幕后上百人 公司大楼数千人 这些人都是在干什么呢 这些人的工资奖金都是从哪来的呢 没有中间商这件事 在主播嘴里本身就是悖论 毕竟主播的身份是销售房 而非生产房 那么如果真的没有中间商了 主播在干嘛 那中间商就是商业的原罪吗 怎么可能 大到银行存贷 小到街头的商贩 中间商是商业世界里 最重要的基石之一 那么 为啥如今的中间商会变得那么不招人待见 或者 该如何做好一个中间商呢 下面 咱们来看看今天的主人公 一门双星子 三代秦大拼 四海皆财富 五星共腾飞 1853年 彼时的日本 由于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签订 德川幕府在国内 不说是海燕民亲 至少也算是官民共愿了 也瞅着是老佛爷看戏 看一年少一年了 时任将军德川嘉庆 是个老实人 自继承大宝 就被全臣拿捏 又赶上被美国流氓佩里上门勒索 双喜临门之下 一着急 一上火 死了 眼看设计倒选 神气无主 德川家的一老一少们 嘴上在哭嚎 身法在乱跳 毕竟天无二日 民无二主 江山动乱 我被岂能安心 说人话就是 弟兄们超家伙呀 一生一次的从龙之功来了 赢了 三代无忧 输了 一灭三足 家谱新开一夜 就在今天 于是纷纷拉山头 拥新主 其中实力最凶的有两家 分别是 拥历庆喜的一乔派 和拥历家帽的南继派 熟读历史的我们都知道 这场夺敌斗争 最后以一乔派 鹰田门外的一声枪响 而胜利告终 但往前反反 其实最开始 一乔派是被南继派 吻压一头的 而这之中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南继派里 有景一之弊 景一之弊 论出身 祖上是德川四天王之一的赤鬼 景一执政 想当年 老乌龟灭北条 战官员 从关西打到了关东 又从关东打回了关西 景一家的赤背 一路上那是陷阵斩将 先登夺旗 家主一个人 吃了后代八辈子苦 41岁就给累死 这才换来了家族的与国休憩 如今到了景一执币这一带 将军私下见了 都得喊声书 眼看一桥派勾结壤一派 是越闹越凶 景一执币心想 老子家里世代赤背 遇到党路的 向来都是直接创死 搞什么合纵连横 爷们儿我 一力降实惠 于是在1858年 大搞白色恐怖 史称安正大狱 这次白色恐怖 对日本的近代化进程 可谓是功不可没 一方面 安正大狱 虽然明面上杀了一批骨干 但因其倒行逆势的操作下 反而把萨摩汇金两家 推到了对面 顺带一提 汇金番主是松平家 而萨摩那边 有个略通无意的小伙 后世名号不大 外号明智战神 另一方面 安正大狱除了政敌 还迫害了一批进步人士 里面有个不听话的教书先生 名叫吉田松音 他有个学弟 名叫板本龙马 后续号称幕府终结者 明智三杰之四 而松音先生 更是十年不鲜 也就是教教学生 但后世学生们略有薄敏 诸如战神之敌 高山尽坐 初代首相 伊藤博文 明智三杰 目护笑蕴 陆军之父 山县有朋 说完了大环境 下面终于轮到本期的主人公出场了 安正大狱的童年 在井一直辈的老家 进江国里 有个十五岁的少年 正在走街窜向的送货跑订单 这个少年 名叫伊藤忠兵卫 伊藤忠兵卫 1843年 出生于进江国里的风里村 在家里排行老二 上面有个哥哥 名叫伊藤长兵卫 别看名字里都带个兵卫俩字 但是他们家 可跟武士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纵观咱们这个系列所有的主人公 他们这家的出身 属于地花板了 估计后续也很难有下降空间了 按成分 他们家 属于长工和手工业者的结合体 连地都没有 贫农都不算 农忙时给藩主种地 农闲时便点麻绳 卖给乡里乡亲 这日子怎么说呢 但凡老天爷打个盹 烧成不好 这家人吃饭都成问题 穷日子 一直到中兵未出生 才算有了好转 因为父兄的勤劳 终于给家里升级了生产工具 从生产麻绳 升级到了生产麻布 而产品升级后 新的问题就出现了 本地市场对麻的需求 趋于饱和 想要赚钱 就得往外卖 但由于木木 各个藩国间的管理 想要去外地 那是需要藩里点头 开介绍信的 没有介绍信 那就叫浪人 别听名字很浪漫 但身份约等于通缉犯 而正好这个时候 藩主景一之弊 在京都搞大狱 需要藩内支持 于是在全国 都笼罩在白色恐怖的大背景下 晋江国出身的中兵未 可以靠着乡士护从的身份 跟着藩里的乡士们全国跑 但问题来了 中兵未 是顶着随从的身份出去的 自己压根不能带多少货 他是怎么把麻布 卖到外地的呢 这就涉及到了 晋江商人 特有的一种经营方式 走贩 所谓走贩 是指晋江商人 会提前带着样品 去目的地踩点 在确认了大致的出货量后 再安排人 从老家把货物 运到目的地附近的驿站 并在驿站进行售卖 而中兵未 在如此实施了一段时间后 便发现了问题 首先 考虑到自己才15岁的体格 祖坟里也没有战神的buff 每次光带着样品都扛不动了 其次 每次送货都放在了驿站的仓库里 来回一趟 扣除仓储物流人吃马娇 全给驿站仓库打工了 于是中兵未 对走贩这一形式 进行了升级迭代 以前别人都是带样品 眼下自己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客户群和口碑 客户对家里的产品有了信任度 咱与其苦哈哈的背样品 不如直接做个产品测 另外麻布放驿站 不是要收费吗 做生意咋能让人卡脖子 后续咱直接把布送到客户家里 都是物流费 我不也能挣吗 这死路 后续东哥不得点赞啊 就这样 一个15岁的少年 带着一家老少访出的麻布 用脚走遍了大阪 长州 冀州 每到一地 便挨家挨户的敲门问候 拿出怀里的布片展示推销 最终靠着自家产品的质量和真诚 换来客户 在自己的商品册上 画下了一个红圈 而这个画满红圈的小册子 便是命运齿轮转动的起点 第二年 光是大阪晋级 已经不能满足它了 借着安正大狱造成的管理松动 中兵卫将目光看向了更远的地方 这一年 他的走贩路线 途经岗山 广岛下关 南下之长起 当时日本与美国 英国 法国 俄罗斯 荷兰五国 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 日本跨入了自由贸易时代 在亲眼看到了外国人 军舰 商管后 中兵卫相信 后世各国壁垒 必将打破 全球互通有无的时代将会到来 而在150年后 大家一般称这种想法为 地球村 1872年 临近而立之年的中兵卫 攒足了本钱 在大阪的街头 开了一家合幅布店 红中商店 店名来源 则是早年的走贩经历 那些年 客户总是会在中兵卫的产品的册上 用红笔 圈下所需的商品 且中兵卫每次 都保质保量地将货物送达 于是 便留下了个红中的雅号 随后几年 中兵卫在大阪又开设了几家商店 涉及纺织 日杂 和粮食酒类 而一直负责采购进货的哥哥常兵卫 为了采购转货方便 也在博多开了一家 伊藤常兵卫杂货店 如果说中兵卫这个人 有啥特点的话 除了脑子好使外 人也好 各种意义上的好 首先 作为进江出身的商人 中兵卫对佛教属于批判性的前程 佛教讲究 引人向善 普度众生 中兵卫说 我信 但寺庙说 心诚则灵 咋灵呢 您给点香火钱 越多越灵 中兵卫说 你滚 所以 每当他去寺庙祭拜 遇到那些一脸愁容的信徒 大都顺嘴问一句 大兄弟 遇到啥难事了 来求菩萨呀 菩萨也忙 如果是大事 您就还让菩萨接待 要是小事 我能帮就帮一把 要是遇到个吃不饱饭的 就领到自家的店里 给个差事 解决温饱 事后人家对他千恩万谢 他却说 咱在庙里遇见了 那是菩萨的指引 我可不敢鞠躬 就这 后世有些佛教徒 也大马其不遵佛法 网络戈培尔是吧 忠诚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忠诚 但在另一些人看来 这哥们才算是真菩萨 另外在生意上 红中制定了利益三分主义 纯利润分为本家缴纳 店铺供积金 店员分红 分配比例为2比5比3 即老板拿了两成利润 店里留了五成经营 员工分了三成红利 另一方面 潜心佛教叠加少年的走饭经历 中兵卫这个人 共情能力很强 每当遇到了生意上的纠纷 他很清楚 自己作为中间商 既是买方也是卖方 挣的就是双分钱 那自然要两边协调 在他看来 古往近来 商人地位低 被人比一 大多因为商人太过注重利益 但是商人的利润高了 就意味着生产者和买家的利益 被挤压了 因此 商人应当只赚取合理的利润 做到让三方都满意 并留下了股训 三保佑戏 1884年 中兵卫将红中改名为 顽红伊藤总店 之所以交总店 是因为此时的中兵卫名下 大大小小 已经有了十几家商铺 光是在大阪 就有三家 在神户 还有一家专门 做中国进口生意的 但除了这四家店以外 剩下的 基本都是他这些年 菩萨夜报搞回来的店 这些店 有的是自己经营不下去 找他接盘的 有的是老板 想要变现换赛道的 还有的是看他人怪好 纯粹想赚他一笔的 但别管咋样 只要你脱口秀说的好 一前尘 看今朝 上有十八老母 下有妙龄寡妇 只要你说的够惨 哭的够真 他基本都愿意接受 并且对于这种收购店铺 他一般都是采用 控股不控人的做法 即店我收了 钱我给了 但我毕竟精力有限 有的店铺还是跨行 所以还是交给你们经营 以后这个店呢 利润我拿两成 员工拿三成 剩下五成都归你 这听着挺好是吧 但世道人心 斗米恩 生米仇 你越好 就越有人不知足 由于不是亲自管理 不少收购后的店铺 在没有自己当老板的负担后 开始做假冒伪劣商品 但这些坏名声 最终通通算到了中兵卫头上 不得已 中兵卫他家自己的店铺 改名为了 顽红一通中总店 并后续将这些收购店铺 统一整合 取名为 伊藤商社 此时 伊藤商社的经营范围 已经涵盖了粮食 纺织 进出口 瓷器玻璃 铁匠铺 以及老家村里的清酒坊 这便是中兵卫 在自己商业生涯里 做的最后一件大事了 以后的日子里 这位送货起家的浸江商人 把生意 全部交付给了自己的儿子 伊藤精一 自己则回到了老家 风里村 当起了村长 由于公正人善 成了乡里有名的中后长者 这样的日子 他过了十年 在1893年 与家中病逝 享年60岁 而精一接手家族产业后 干了几年 把家里的生意 又拔高了一劫 但是由于老爹心太善 收购的生意 东一头西一块的 又多又杂 于是在1918年 伊藤精一 正式将伊藤商市 拆分重组 其中伊藤商市起家的 纺织 进出口等业务 重组为了 伊藤中 诸事会社 而各种零售商店 以及酿酒 日化等业务 则整合成了 伯父的 长兵卫商店 重组为 顽红商店 诸事会社 这便是后世 日本五大商社 顽红的起源 时间到了二战 在日本的军管经济下 两家公司 被重组为了 大建产业 后续日本战败 大建产业 再度被拆分 而这次拆分 则标志着两家 同宗同族的公司 彻底分道扬镳 而各自独立后的 两家公司 彼此却没有 直接产生冲突 或者说的 再直白些 他俩都没有 相互竞争的资格 彼时的日本 百废待兴 相比两三一住 这种金融起家的 百年老前 伊藤中跟完红 零售起家的商社 与当时的财阀系的 三井三陵 不是一个层级的规模 无奈之下 两兄弟 只能另辟蹊径 纷纷把目光 投向了海外 并且 双方各自瞄准目标 完红向东 伊藤中向西 多年后 当人们再度回顾起 这对双生子 商社的发展史 不得不佩服 双方的眼光毒辣 伊藤中和完红 以近江商人的 纺织起家 初期 并不过多的 设计资源类产业 但在二战拆分后 完红得到了财 手里 有了富裕的资金 去寻找新的赛道 而伊藤中 则继承了业 手握纺织 和亚洲贸易的资产 因此把重心 放到了亚洲 随着中国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改革开放 经济高速发展 而伊藤中 深耕多年 一路高割 如今的伊藤中商市的营收 越居五大商社之首 被称为 最强中国商社 而这其中的渊源 则是因为其社长 赖岛龙三 赖岛龙三 曾是日本陆军士官学院的 军刀组成员 中期军旅生涯 干得最多的 就是粉饰战报 谎报军情 最终造成了 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的团命 而后 又因为成天和别的日军将领 嘴碎日本要战败了 被踢出了大本营 扔到了关东军挂志 没两月 又赶上了日本投降 随后 被苏联红军俘虏 在西伯利亚 挖了11年的土豆 释放回国后 赖岛加入了 独立不久的一通中商社 以45岁的年纪 从一个四等职员 开始了自己的职场生涯 这个四等职员 是个什么起点呢 这么说吧 他得管高中毕业的女生 叫前辈 但是 赖岛五年后 被任命为了 一通中商社的 业务本部长 负责长期的战略规划 他自称 不懂业务 完全凭着当年 做参谋的组织经验 让一通中 在独立后 很快地理清了 经营范围和业务重心 并站稳了脚跟 而真正让他成为 一通中掌舵人的原因 则是他对国际大事 独到的眼光 1968年 彼时的一通中商社 正在经历着 立社以来 最困难的时期 作为一家综合商社 自己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从厂家拿货 给客户卖货 但问题是 拿货好拿 卖货不好卖 日本的市场就那么大 已经被两三一柱控制住了 剩下的海外市场更不好干 前有美国 后有欧洲 隔壁韩国在三不五十的使绊子 就在这时 赖岛龙三环顾全球 给出了自己的版本答案 中国 在赖岛看来 欧洲 美国本土 既然都插手不上了 那就不如烧冷灶 既然客户要培养 那市场 怎么就不能培养呢 中国虽然目前消费薄弱 但人口结构健康 此刻又在成长期 眼下的中国 可以是我们的市场 后面 可以做我们的供应商 不谋万事 不足谋一时 但有过了解历史的诸位 应该知道 当年的改革 绝不是一蹴而就的 傻子瓜子事件层出不穷 1970年 中国断绝了日韩经贸往来 当时 日本几乎所有的商社 都选择了砍掉对华业务 伊藤中也有切割的打算 唯独赖岛龙三 力排众议 保留了公司对华贸易的全部人员 并认定 这种情况 不会超过三年 果然 1972年初 出现了松动 后续伊藤中 1972年3月 便恢复了对华贸易 比时任首相田中角荣访华 还早了半年 从此 伊藤中的业务重心 全面倒向中国 和中国发展高度绑定 1979年 伊藤中在北京 设立了驻华代表处 1992年 中国宣布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后 伊藤中又抢先在上海成立了法人 并于1993年 获得了许可设立的投资性公司 2018年 伊藤中更是提出了要求 四分之一的员工 会中文的发展要求 并为此 每年投入了数亿日元 正是这种一贯重视中国的态度 使得伊藤中在中国 记得了良好的口味和丰富的人脉 确立了伊藤中 中国最强的商社的地位 有人说 直播电商 让鸿基一时的商贸生意淡出了市场 可这句话 不是看低的商贸 而是抬举的主播 事实上 淡出的大多是C2C B2C 以及部分B2B领域的中间商业务 而这种交易 上升至国际贸易 以及大宗商品交易时 贸易公司 仍然是拥有着 无法比拟的优势和壁垒 这也是为何 时至今日 各国都会有一些体量巨大的贸易公司 充当着贸易执行的角色 这个角色 在不同的国家 有着不同的名字 在中国 可以叫外贸集团 或者叫华润 在美国 可以叫跨国公司 在日本 则是叫综合商社 如今提到日本的综合商社 耳熟能详的 必然是五大商社 三陵三井 驻有顽红和一同中 其中前三个 大家都熟悉 毕竟作为百年财阀 各行各业 都要伸伸手 那么体大面阔的综合商社 无疑是最好的存在方式 至于后面两个 又是如何做到 和三井背后的大财阀 掰手腕的呢 答案很简单 高手背后有高人 他们的背后 分别是曾经的四大财阀之一 芙蓉财团 以及现代日本独有的 加拉帕格斯怪兽 劝银财团 伊藤中的故事 到此告一段落 下一篇 我们来看看 伊藤家的另一个超级商社 顽红 以及站在他们背后的 两个庞然大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